蒸板上放著一具白色的物體 老闆正在拿刀分割處理 有民眾經過看到了 一位業者處理的是狗肉 連忙拍照PO網 許多網友看到也覺得像狗喊著說 要報警 我們實際找到這間 位在臺中壇子市場的烤肉攤 越南籍的陳姓老闆 趕緊請會中文的朋友解釋 當時處理的食材 不是狗 而是乳豬 烤肉攤的員工也說老闆來臺灣五年 在這邊擺攤 兩年會賣乳豬 烤雞跟烤鴨 調味都是使用家鄉的調味料 有不少顧客 不可能會賣狗肉 附近的其他攤販也說 老闆的食材都是叫來的 不會在這邊宰殺 更不可能會用狗肉 我知道那是 睡這麼低烤肉豬的人 還好只是一場虛驚 老闆不熟中文 但也笑笑的透過朋友表示 自己不會介意 只要誤會能澄清就好 華視新聞 無力安新聞中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謝嘉璇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